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只是一名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大学生 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哪来的这个判断力 我说大学就看着别人创业 所以自然而然我毕业你想到 我第一想到的是干嘛 自然而然想到的就是创业 创业 毕业我就放弃了一个真的叫去全球500强的机会 为什么要创立天鹅道家 因为看上去它并不是那么酷 它是解决保洁的工作 这个保姆的服务 这个背后有那么大的使命召唤对于你吗 我说咖啡因为苦才喝 这就是我人生哲学 说我长期是做苦回落活 累活 还有一个叫 我把它叫做什么 做站在时间一边的活 站在时间一边 对 我说跟时间做朋友的活 跟时间做朋友 在陈小华眼中 此前的家政服务行业 一直处于一种相对落后的状态 这样的传统模式 很难集合成有竞争力的产业赛道 也就不可能获得资本的青睐 一场和传统家政模式的魄力之战 在陈小华看来是势在必行的 我们要把中国家政行业 带到现代商业文明 把家政行业从家庭作坊 带到一个现代的商业文明 连锁机构 天鹅道家这个第一阶段使命 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奋斗目标 叫构建一个开放繁荣 共赢的互联网家政协作平台 要帮助中国最普通人就业 这个方向可从来没变过 2015年 天鹅道家获得了阿里巴巴 平安和KK23家的投资 在疫情最为严重的 2020年的2月份 天鹅道家又收到了 来自红杉资本和全明星资本里头的最新一轮融资 第一对股东永远感恩 第二个是你也不要凡事奢望股东 奢望股东 永远把命运还是要建立在自己的能力上 把建立在自己的公司造学能力上 几年前市场见证了风投资金 纷纷投入到出行外卖等服务行业 让滴滴美团等巨头迅速崛起 而当前 每年都有大量资金正向家政行业涌入 同时伴随着政策的利好 未来市场不可忽视 我是天鹅道家创始人陈小华 遇见未来 我相信时间的力量 但永远保持自我 感谢收看本期爱问人物陈小华 爱问人物全球传播 我是艾成 我们下期再见